台湾小百科 台湾人台湾市尽在台湾小百科 大家好我是陈慧芳 今天我们要介绍给您的是 在日治时代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健将 同时也是民族社会主义者的张申切 有关于张申切的事迹 我们请台湾文史专家钟永宁老师告诉您 台湾在20年代跟30年代 有所谓的祖国经验的人不多 我们以前介绍过张我金 今天我们来谈谈张申切 其实这两个人对台湾新文学 都有一定的贡献度 张我金是北部的板桥人 张申切是中南部的南投人 那张申切在整个成长的一个环境中 就表现了他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性格 比如说他当初在念工学校的时候 因为当初的所谓的工学校的一个老师 是日本老师 就规定他们的学生不能讲所谓的方言 所谓的方言就是不准讲台湾话 当初他就跟老师提出异议 他说猴子都可以用自己的语言交谈 为什么我们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去交谈 那后来他就被这个老师狠狠地挨了一顿奏 那这个就培养了他对整个一个民主观念的这样的一个深厚的一个基础 张申切其实他在早年 他介入的一个运动相当的广泛 他比如介入到当年所谓的一个心目运动这个七块的时候 他当年甚至还组织一个台湾文艺联盟的这样的一个组织 来作为伸张台湾人的一个文学创作 那其实我们去看张英武军 或者是在看张申切这些人 当年在台湾整个所谓的一个文学启明运动 他们所发展出来的一个光和热 真的相当令我们震撼的 其实我们刚刚谈到张申切在整个一个新文学运动上 他所扮演的一个角色以外 其实他也觉得说 其实从文学之外 真的能够更深入的走入民间 可能是一个虚极运动 所以说当年他也介入了一个戏剧运动的一个推广 那更重要的 因为张某金他在从事很多的 所谓的一个文学运动的一个启门 然后张申切后续又在整个新文学的一个推广运动 去承细他这样的一个精神的一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当初所谓的一个澎湧 汹涌的这个所谓的台湾的 非武招民主抗论运动 其实在文学这个七块里面 张申切贡献了他的一份很重要的一个力量 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我刚刚提到说 其实戏剧这个七块 那张申切的一个介入是蛮直觉的 因为他觉得推转戏剧运动 可能深入民间的一个基础会比较深厚 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战后他也介入了所谓的一个电影事业 其实当初他拍了一本电影 叫做苦梦夏甚至还得到当年的金马奖的一个最佳兵机奖 不过我们都觉得说今天我们去看这些人物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不感叹了 比如说不管是张武精也好 张申切也好 其实他们往年都很凄凉 因为我们也晓得 当年从大陆回来的很多有所谓的祖国经验的人 台湾人是叫做半山 那很多半山有的是在宿途上 有他的一定的一个发展 那这两个学文的人在台湾就比较受到一点挤压 他们是一个个性比较坚持自己的一个理念的人 所以说他们完全没有投注于在他们最主私利的这个患处 反而是他们在自己的文学生命上尽了他们的一个本分 今天我们来看这几位人物的时候 我们真的也会觉得他们精神是值得我们笑话的 听众朋友 张申切早年积极投入台湾新闻学运动 晚年又投校影剧界 他的第一部电影《秋广社》《苦光侠》 在剧本方面还获得台湾第一届台语片影展金马奖故事项目的特别奖 三点五分钟 认识台湾真轻松 台湾小百科 明天见